长沙水患 此季志工忙于堪灾发放 这次隔了两个月 才能来进老院 爷爷奶奶早就求生以待 老人家房间凌乱 两个月没礼法 剃胡子 志工齐心达礼 凤茶向长辈表达敬意 严加丽却不禁泪流外面 也刚好这位老人的身形 与我的已经过世的妈妈 有点像 我就想到了 我的妈妈 同时我也非常感恩 这位老奶奶 给我这次分场的机会 真的 谢谢 环卫工人唐志强 一扫完马路就来探望 带着十多条环卫局发的毛巾 自己舍不得用 送给长辈集园 曾祝同村的爷爷 拉着手问候 妈妈这七十多岁吧 七十三岁了呀 七十三岁了呀 这七十岁了呀 那你还有谁呢 爸爸八十多岁了呀 过个头了 那八十岁过个地 其实唐志强家境平寒 年迈的母亲 多病的太太和正在念大学的女儿 全靠她的工资生活 她仍富有爱心 扶着老乡参加活动 志弓与爷爷奶奶一起编织温暖会议 带一新闻知识美志工陈敏 唐静云湖南报道 这一步